《中文字》 我看到很多網上的世界 有很早期的報紙 很多年前的報紙開始圖畫化 少了文字 再加上現在我們在手機上看到的東西 老實說 20到30個字 已經差不多說完那些東西 你說不完就沒有人再看後面的東西 再加上很多圖片和動畫 在這個位置也能夠形成 對影像事物的要求不一樣 當然 現在看新聞 雖然大部份的人都會覺得 某一些報紙是比較偏激的 但因為他們做的一些產品 是很吸引眼球的 有動畫 又將動畫家人合作 現在除了以前早年代的 所謂動新聞 都是挺平鋪席序的 現在是 連歌手機都很吸引的 講一些話 那麼大家 那麼簡短一兩分鐘 就可以知道整件事 所謂知道整件事的話 為什麼我還要浪費五分鐘 長一點的時間去看文字呢 文字又沒有生動 又沒有聲音 又沒有畫面 也不止 譬如YouTube這樣算 以前YouTube片 可能三分鐘 大家覺得 這麼短的 現在基本上一分多鐘 你不到項目便會飛 你下載 我哪會想想想想要 你不疼 神經病 因為他 我就是 很討論